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宋太祖赵康人建立宋朝之后 为了巩固政权 将唐末五代以来 由樊镇将领所控制的兵权 财权 收归中央 由皇帝直接号令 而且实行强干药之政策 削减地方官的实权 将官员的职权分散 每个职位 只是处理一小部分的工作 例如军队方面 招募 训练 良享 纪律 兵器 文书等等各种事务 都由不同官员办理 于是没有任何一个官员 可以独栏兵权 除非得到所有其他官员合作 当时宰相虽然总领朝政 而且协助皇帝决策 但宋朝的宰相沿用唐朝的制度是集体制 即是同时有几个人出任宰相 唐朝通常是四位 宋朝减为两位 但宋朝初年又设立参知政事 这一个官职 名义上是协助宰相处理政务 实际上是分了一部分宰相的权力 又将书物院地位提升 掌管军事 而三思事掌管财政 于是宰相不可以控制兵权和财政 因此后来虽然有一些权势显黑的宰相 例如赛经、秦惠、假始度之流 也无法完全独揽大权 或多或少要受其他官员牵制 事实上官员之间 事权分散、互相牵制 是宋朝立国之初的政治策略 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 而这种政治策略 在今日世界上仍然是十分常用的 政府要解决一个问题 通常要由几个部门共同处理 没有任何一个官员能够独自承担责任 就是事权分散的明显表现了 有一件事 要经过多重手续 固然可以减少专权的弊病 但也因此令官员人数增加 而且官员职权有限 只需要完成份内工作 其他可以一概不理 于是很容易就会养成狗且偷安 令到职闭日渐加深 难以改革 不过这些已经是后话了 另一方面 这种官员制度形成一个互相牵引的网络 就算稍有错失 甚至其中一部分出现漏洞 也很容易互相补救 宋太祖赵康人 和他一贫谋事 由唐末五代的长期动乱之中 总结出一套令天下回复稳定的政治策略 可以说是有非常高的政治智慧 在整个官僚架构 未完全纳入轨道之前 皇帝本人要指挥治愈 必须要有非凡的魄力 因此宋太祖赵康人建立政权初年 已经陪植他的弟弟晋皇赵光义继承帝位 主要原因是当时赵康人的亲生子 赵德超、赵德芳年纪还小 而赵光义在禁军之中已经有相当威望 赵康人需要倚重赵光义安抚禁军 和监督官吏 因此他任命赵光义做殿前刀鱼后 后来又改为开封府运 开封府运这个官职 除了是首都的行政长官之外 还掌管首都的治安 而且有权审讯犯法的官吏 自从五代以来 帝位的继承人 多数都出任过开封府运 赵光义治理开封府一共15年 在这15年里奠定了他的政治地位 当时有不少官员遇到难题 都要求开封府运赵光义帮助解决 有一次权判三思事 即是处理三思事 坐超乎遇到困难 向赵光义求助 三思事 是宋代的财政首长 因为管轄 盐铁 度资 互部三个部门 所以称为三思事 三思事又称为继相 地位和宰相相等 进王殿下 下官这次如果得不到殿下相助 实在是没办法过得这个难关了 楚继尚 你言重 在公事上遇到难题 不妨说出来参详一下 殿下 这件事是这样的 这几年 朝廷的开支越来越巨大 尤其是十几万禁军的军粮 和冯龙 每年都要几百万档 我们一向都是由京东 和淮南运米粮入京供应的 但是 三思事虽然掌管邦国财政 而运粮的船席 非三思所支配 已是由法运士派船隻运粮入京 但是近年运京的米粮大为增加 官船不呼形容 只有遭用民船 那今年年初 民船忽然间减少 运京的米粮 团职在京东 淮南 而京师 只得两三个月的存量 皇上知道了之后 大为震怒 行令下官立刻解决 这件事 姑都略有所问 但是 姑只不过是开封苦运 曹运的事 姑是无能为力的 殿下 下官只管财政 不可以支配重云 如今京师财政高急 责任就压在下官头上 这个的确是漏洞 殿下是皇帝 恳请殿下替下官 在皇上面前解释清楚 楚继尚 这件事你无需担忧 估尽力替继尚你解释 多谢殿下 至于民船 为什么忽然间减少 有什么办法 可以彻底解决 曹运的困难 故要派人查清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先生 是 那你说来听 下官在船上的时候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船家,為何又拍案? 到了青陽鎮 青陽鎮? 那要拍多久? 拍多久? 總之今天不再開船 現在只是午時 前天在士州城停了半天 昨天在林華縣又停了半天 今天又停了半天 究竟要何時才去到汴京? 客官,你怎麼這麼心急? 我們還要停泊洪縣城 寧碧縣、靜安鎮、扶梨閘 還有差不多二十個碼頭 每到就停了半天 還有二十幾天? 那由楚州直航汴京要多久? 才八天 你怎麼不直航汴京? 客官,你不知道那麼多了 官府租了我們的船運糧去汴京 我們每天要上岸憑執照 向當地的衙門支領運費 所以一定要滯留半天了 那法運市衙門不支付運費嗎? 發運市衙門只負責安排搬運 運費由沿途的周圓支付 原來是這樣的 對了,船家 聽說近來運糧的民船忽然減少 究竟為什麼? 這樣的 近年汴京城的戶口增加了 做生意的人 出高價租用民船運貨入境 官府給的租金 又不及得商人 所以大部分船家 都改為替商人運貨 那你呢? 我? 你看不到嗎? 我的船又舊又難 商人怎麼這麼租? 近日變京缺米 為什麼客廂不運米入京? 運米入京? 照定限定米價 每斗米不准超過七十元錢 米價這麼低 哪有利可逃啊,客官 殿下,情形就是這樣的了 曹運的事應該有官員全權處理的 如果朝廷能夠提高運費 一次過支付,限日輸送 那曹運就不會諸多阻滯 而且米價略為放寬 亦都可以吸引商人運糧入京 以制言微之急 殿下明見 好,故意向興皇奏命 啟稟本興皇 据眉神派人查冊所得 曹运的职币的确不少 三弟 你说得很有道理 那你有什么应付的办法 兄王 开封府是我们大宋的根本之地 确保天下的财富输送开封 然后才可以巩固根本 眉神认为 朝廷可以任命官员 分路总领周园赴税 然后转运京师 假如情况危急 朝廷也可以有所扎成 派官员分路转运赴税 是 那不是说不行 不过如果事权太大 会重到繁振覆车 眉神会仔细参长 不过朕也是认为 假如他人能够定刀长安 不需要注重兵防守 那朝廷就可以折省开支 兄王 开封有曹运之利 自从唐朝以来 江华以南的富税米粮都集中在开封 开封已经是中原根本所在 一旦动摇恐怕令人心不安 朕这么想 只不过是希望财减勇兵 减少国家负担 动摇国本 未见其利先见其害 光与 朕老了 大宋的江山 以后是你和光美 德超 德方 几兄弟宿侄的基业 朕只担心 百年之后 天下的百姓 为了供养禁军 好尽财力 财政问题 的确是宋朝最迫切的难题 对宋朝以后的影响非常巨大 在宋太祖时代 困难已经显露了 宋太祖希望实行折剑 减省开支 而他的弟弟赵光义 就希望建立有效的行政制度 确保朝廷的财政来源 双方在理财方面的政策 是有所不同的 放音乐 到了开保九年 宋太祖趙康仁的身体忽然转坏 有一晚风雪之夜 皇后 皇后啊 陛下 陛下醒了 朕好辛苦 那马上照御医进来 不用 没用 朕想见一下德超 和德方两兄弟 见德超德方 好 马上派人去召他们来 快点 王继恩 奴才在 皇上病重 你立即去召王子 德超德方入宫 皇上病重 好好 奴才遵旨 永远 若 邻 王公公 在 你深夜趕來進王府 有什麼重要的事 啟稟進王殿下 皇上已經病重 皇后娘娘派奴才去召王子入宮 奴才恐怕事有不測 所以立刻趕來通知殿下 二哥已經病重 好, 立刻入宮 雷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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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法官, 皇后娘娘, 到了, 到了! 德超德方来了? 什麼? 三叔娘? 二哥, 怎麼樣? 皇上, 他… 我現在立即進去見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嫂, 二哥已经驾笨了 驾笨? 三叔, 我们纪母子的性命都嫁在三叔你手上 王嫂延重 以后共宝富贵 王嫂无须忧虑 宋太祖赵康人在开堡九年,即是公元九七六年 农曆十月二十日在宫中病死 他在位十七年,死的时候是五十岁 第二日皇帝尊王赵光二继位 成为后世所称的宋太宗 宋太宗打破惯例 未等到过年就将开堡九年改为太平兴国元年 宋太宗继位民间有不少传说 其中有一种说法是 宋太祖病重的时候准备将帝位传给王子赵德超 赵光二得到宦官王继恩报信 连夜赶入宫中 同宋太祖赵康人发生争执 后来寻宫方面 捉影遥动 又传出斧头跌落地下的声音 没多久,赵光二就宣布太早驾崩了 拜官也使称之为捉影抚声 但是实情如何,已经无办法稽考了 事实上,太祖职位之后 已经开始培植赵光二继承帝位 赵光二在军队方面 在公卿大臣心目之中都有崇高的威望 长期以来被全国臣民视为帝位继承人 宋太祖似乎无可能忽然改变主意 传为给年轻而且资力浅的王子赵德超 重度五代的覆车 宋太祖赵康人创立宋朝 他一手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的混乱政治 削平分裂割据 他废除不少五代的科政 提倡教育,重用文官 准许士大夫赏书讨论军国大事 他听取和接纳反对的意见 能够任用人才 而且赏佛分明,不念旧恶 令到文武官员群策群力 巩固宋朝 中华五千年之宋太宗继位 是由钟伟明、林友荣、陈炳球 札耀辉、温泉、朱曼子、刘超文 蔡影玉和曾月娥等联合播演 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